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我这边在聊一个 老吴管理学里面有一个叫所谓的 个人品牌 个人品牌如果是讲起来的话应该讲说是所谓的 PIS 就是个人识别体系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就跟那个CIS Cooperation System 一样就是简单讲就是说 有一种叫企业识别体系就是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嘛 然后那个 军人军人穿着那个 uniform的制服嘛 那就叫做所谓的识别体系 每一家不同的那个 那个汽车公司它有不同的颜色 你一看老远一看你就知道啊那个 那是哪一家的那个 那个那个汽车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我也不咬文嚼致的讲什么东西 我只提醒两个事情 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父亲就给了你一个品牌 就是你的名字 比如说我吴忠诚 这边就写在墙上吴忠诚 然后你在自己自创品牌 比如说根图桃 比如说飞行船 像我这边就有飞行船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讲说 你们是不是你们全家都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这个你 这就是个人识别体系 Personal 刚刚讲的Personal 是个人的意思 个人品牌 那我们刚好也可以讲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的品牌是怎么擦亮的 我是这样擦亮的 我是用汗水 用泪水 用血水 用酸痛 用疼痛 来磨练自己 训练自己 真意其所不能嘛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天生就会的 这是后天学的 那我是特别要讲这个 PiS 就是因为 在任何的那个医学实验 或者是生物实验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 实验组跟对照组 我今天就要讲这个对照组 大家是 从小的时候 是一块长大的 童年玩伴 可是在 长大之后呢 各分东西 就像这个 炸弹开花一样 一花五叶 各往各的 方向去走 最后走出来的 有长有短嘛 那我们就 我刚刚就讲说 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 实验组跟对照组 我就是属于实验组 我就是 不断的用各种的 训练来训练我自己 所有的训练都要腾空归零 从头开始 拔接训练 所以造就今天的我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 伟人或什么样 我只告诉各位说 你如果不愿意磨练你自己的话 你永远就在原地踏步 就有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故事说 那个 在庙里面啊 晚上 夜神人静的时候 庙里面那个地 那个 底下是石板的那个地板 然后还有那个 佛像也是石头做的 那个地板 石头地板就跟那个佛像讲说 他说 兄弟啊 我们两个人都是在 同一个深山 同一块岩石里面踩下来的 我现在 变成地板 每天被万人 万人 践踏 而你呢 你变成佛像 你每天是一大堆万人在那边 跪在你面前 跟你摩拜 顶你摩拜 那个 那个 作为 作为那个佛像的那个 那个 那个石像的那个 那个 菩萨 他就讲说 我们两个人是 我们两个人是同根 出生没有错 都出于荒山 野地 可是 你只有经过 简单的打磨 就变成一块平板 我是经过 匠人的千锤百炼 才成为我今天这个 这个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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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受了一点点的折磨 而我是经过千锤百炼 现在我受人家顶礼摩拜 你受人家践踏 又有什么值得 值得抱怨的呢 所以我认为 年轻人 我鼓励年轻人 老年人已经行将就幕 就算了 你还是年轻人的话 赶紧抓紧 抓紧你的青春 锻炼一下自己 不要交白俊 这是我 年轻的时候 尽量去尝试 尽量去尝试各种活动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所谓的PRS 个人识别体系 我这个非常明显的 个人识别体系 走在路上 你马上就可以认识我了 不要一秒钟 以上跟各位分享 我的老吴管理学中间的 个人识别体系 PRS 谢谢 我认识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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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 Particip